第四章 因为以色列人和菲利斯人 其实是世仇 他们开始打仗了 第四章 一到二节给我们看见 战争的情况是如何 以色列人出去 与菲利斯人打仗 安营在以便已谢 菲利斯人安营在亚佛 菲利斯人向以色列人摆阵 两军交战的时候 以色列人败在 菲利斯人面前 菲利斯人在战场上 杀了他们的军兵 约有四千人 结局很简单 经文讲得很清楚 一句话讲完 那就是以色列人打败了 就在这个打败仗之后 以色列人就开会检讨了 第三节 一直到第九节 就记录了他们想办法 为什么打败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啊 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我们打仗打败 因为主没有跟我们同在 不如这样 我们去把四螺里面 那个约柜 抬到战场 哇 那就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于是他们真的如此行了 就到四螺 把主耶和华的约柜 抬出来 那么以利两个儿子呢 也跟着约柜 一起到前线去打仗 这个举动啊 就让以色列军队士气大作 哇 欢呼声就发出来了 那非利式人一听 哇 以色列人为什么欢呼啊 明明打败仗啊 还在欢呼 一定有这个侦察队跑出去了嘛 哇 就发现原来他们把约柜抬到前线啊 哇 他们就这样子很兴奋啊 军心大作啊 非利式人也紧张了 因为他们怎么样 也听过这个 这些以色列人啊 出埃及的一些历史啊 所以呢 他们也开始害怕了 不过在害怕之中 他们仍然的振作起来 再一次跟以色列人打仗 你猜猜看 再一次打仗 结果会怎么样呢 请我们看第十和第十一节 非利式人和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败了 各项各家奔逃 被杀的人甚多 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 神的约柜被掳去 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佛尼 菲尼哈也都被杀了 这次打仗啊 输得更惨 因为以色列人被杀三万 不只如此 约柜也被掳去了 因为约柜不是拿到战场吗 不只打了败仗 连带到战场的约柜 也被敌人 非利式人抢走了 另外以利两个儿子 不是跟着去打仗吗 就在这次战役之中 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 哇 这个真是一个悲剧结果啊 那么下面的经文就记载了 有人从战场中逃回来啊 于是就回来报告战况的惨烈啊 以利听到众人都在哀哭 于是也出来关心询问了 那个时候后面的经文说 以利已经几乎失明了 眼睛昏花几乎是瞎掉了 就问人家什么事情啊 一位98岁的老者 在询问自己出去打仗的子弟兵 到底遇到什么下场啊 回报说 好惨啊 我们打败了 而且你两个儿子也战死了 不但这样 约柜也被掳走了 一连串都是悲哀的消息啊 然后圣经在后面的经文就记载 以利一听 约柜被掳走了 于是他就向后扑倒 脖子断了 他也死了 换句话说 他两个儿子 以及这一位老爸爸 同一天去世 这正应验了 主耶和华晚间告诉撒母儿 有关以利家最后衰败的预告 下面的悲剧呢 就讲到以利的儿媳妇 他快要生产了 不过在快要生产之前 听到了他的公公 就是以利了 还有他的先生 都去世了 约柜也被掳了 哇 这个一连串的打击 使他难产而死 在他快要断气之前 这个接生的人就告诉他 你生了一个男孩子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 就用他人生最后一口气 为他的儿子命名 你知道他怎么为他儿子取名字吗 请我们来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 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 这是因神的约会被掳去 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 因为神的约会被掳去了 这位即将断气的妈妈 给他儿子取名字叫做以加伯 希伯来文的发音呢 就是荣耀失去了 哇 他把全部的悲伤 换作儿子的名字 这个儿子以加伯 一辈子就承载着荣耀离开以色列的 这个悲惨的信息而活 可以看见当时的百姓 心情是如此的低落 完全没有盼望 因为上帝的荣耀离他们而去 到底上帝的荣耀真的离去了 就没有办法回来吗 这些我们都非常好奇 也在等待 我们会继续从以后的经文 慢慢看见上帝的作为 不过这里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 当以利尊重自己的儿子 胜过尊重主耶和华的时候 这个家庭一定走上衰亡之路 真的如此 以利和两个儿子同一天去世 不止这样 儿媳妇也去世 留下一个永远纪念主耶和华的荣耀失去了 这真是悲伤人生 这段经文提醒了我们 以利成为一个个案 让我们警醒 我们应该过一个尊主为大的人生 经历主与我们同在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愿主祝福你 平安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